中秋节即将到来 霍连市长魏家宴特别前往 探视关怀户以及社福机构 送上了应景中秋月饼以及生活物资 希望藉由满满的爱心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以及来自社会关怀的温暖 中秋节即将到来 市长魏家宴协同名利里里长张轩 名勤里里长林新顺 在市劳科长萧子卫陪同之下 日前先后前往了东区老人之家 来关怀长辈住民 还有探访低收家庭和独居长辈 让长辈们在中秋前夕 接收到温暖的问候 在中秋节的前夕后 那我们到了东区老人之家 那也访试了我们独居老人 跟有需要关怀的低收入户 那在这边也 华林施工所这边发送的 我们的月饼也将近一千盒的一个上下 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所有的 访试的所有的市民后 中秋家庭愉快 感谢市长 对市民的关怀 与爱心的关心 在中秋节前夕 特地先到 来我们民情里关怀 我们的低收户籍 及武器老人 特地来关怀 感谢市长的爱心 市长吴嘉燕也提醒老大人们 如果有物资缺乏情形 也可以到食物银行来申请领取 生活上如果有困难 也可以向市劳客寻求帮忙 同时也请里长和里干事们 可以协助通报 让市工所设服资源 可以发挥效能 借刘明胜花莲市报道